六天藝術村有一間鋼祖室 裡面有四位嘉義亮眼的藝術家 他們常常在鋼祖室裡面 展出他們很精彩的亮眼作品 為了辦理後一次的商品店 他們準備在過年期間 他領為主題基盤展覽 在到自己所寫的商品以外 他也項目尋求商品 好鄉主的民眾 也可以項目尋你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 京東產府這次的展覽 這間鋼祖室是有四位嘉義亮眼的藝術家 也所造成 在這裡的定期間新商品 讓UK以及民眾興奮 年要到了 雖來剛做社長電源 他領為主題 鳥仔新村嘉年華商品店 當時也項目尖算商品 讓大家都可以作為常有這個電源 我們裡面就是四人小組 裡面我領我最多 他們開玩笑的時候 叫貓王 貓王 貓王我就想 新村我們就弄一檔 大家快樂消遣 大家怕什麼來 貓宅新村嘉年華 讓那個過年前就開始讓他老了 然後這個春節期間也可以來玩 也可以來看他寄過來的照片 然後也可以在外面留照 喜歡的地方都可以拍這樣 支持 照對王娘來支持那個興趣 也許得到那個片刻的溫馨 會感覺說 這個春天高樓新村更加快樂 公先生標示 精算的商品 只要是醫療為主題就可以 這次日期到1808年1月12日後 會由鄉主的民眾 共同來參與 新村華新聞授兩千六項 查鴻報得